可以共享 对 你开电 可以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登电社区的Tani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Space的公开课 OpenSpace其实是一个 在珠海的 我们这里人才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web3的现象空间 OpenSpace的公开课 是由OpenBuild Naybase社区 还有Desert和登电社区 联合主办的 这个技术技术区块链的 技术分享活动 然后我们这一次很高兴 邀请到 GA Labs的联合创始人 RK Stone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BTC算法艺术的 这个明文平台 这可以再用地归明文来实现 这个BTC上的 这个链上的高清艺术 然后欢迎RK Stone 好 谢谢Tani 我先那个对简单介绍一下 我自己这边请 就是之前就是做程序员 做过游戏 也做过那个前段开发 对 然后最后最后一份工作 是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人工智能公司 做产品研发做一点 你那边好像 这个跟那个我们区块链结合比较好 它可以上链去售卖 比如说NIP 对 大概这样一个背景 对 然后 然后这个接触 这个就是比特币呢 是去年年中的时候 就五六月份 在北京有个 有个哥们从国外回来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Olinos 然后就开始关注 就研究一些相关技术 然后到反正十一月份吧 开始做一些相关的项目 对 研发 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 然后中间其实我 17 18年的时候吧 接触了一个18年的以后 然后接触这个就以太坊嘛 只能合约 然后也看了很多灯链的这个 那时候应该是一个社区是吧 发了好多教学类文章 所以学了好多啊 就以太坊的事 好 那我就开始啊 呃 就是这个啊 今天直播呢 大概可能一个小时吧 反正我讲四分钟 然后剩下二分钟 就是大家互动 就是一共是三个模块 第一个就是呃 就这次明文是吧 还有他的这个BTC 现在是一层 就明文在一层做的一些工作啊 他的就是后台的基础 就是原来BTC是对吧 不能像以太坊发合约啊 连发币都发不了对吧 只能发这个啊 就是他自己这个转档 还有这个挖矿是吧 挖BTC 然后呃 这个背景我们追溯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BTC这个NFT赛道吧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NFT赛道 所以他的特点 以及现在一些情况吧 就是我们相对于以太坊的 是吧 以太坊上一个那种设计是呃 就是NFT嘛 就也比较大的一个点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 叫财谱啊 等一下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网站啊 它的一个实验方案 以及这里边一个算法的一个一个原理吧 就分享这些啊 我们先看这个图 这个是去年的就23年1月份一直到12月份是吧 这个是呃比特币链上的呃 就是他的数据的类型啊 就红色的粉红色的这是图片 就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明文明和图片 到时候到到了5月份之后 我们看这个图片就越来越小了 因为5月份之后这个比特币这个价格上来了 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他的这个图片占用空间比较大嘛 所以你你上传一个 他都按按大小来去收取这个是吧 Gas費的 所以这个图片就不划算啊 然后呢 那绿色部分呢 就是BRC20啊 就是杰斯文件 但是这个因为太多了是吧 所以他占的比例比较大 然后黄色的就其他的绿色我们也不管 就是这个紫色的是吧 紫色的就是 其实就我我们所在的这个 赛道 他实际上是文本类的 但是呃就是现在比较做的比较多 就atml 因为这个atml呢 就是他也可以显示图像对吧 做前端的指导就是直接渲染嘛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同样一张图片大小 是吧 比如20002000乘2000这个像素的 那如果是纯程png呢 他可能几兆对吧 四五兆甚至十兆 呃但是纯程atml我用一个算法 那可能就几k是吧 就是这个这跟以太方不一样啊 以太方是呃就不管你图片大小 大小反正你不存在链上对吧 但比特币全是在链上的 所以这个这文件大小的称出 就直接决定了你的手艺费是吧 四到第一个你传不上去 第二就是手艺费呢 可能上万有了啊 然后有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后期的话 就是除了brc20 就是那些币是吧 那么这个atml也是个比较大的一个 就是他他这个 当然他这个这个size是吧 就是他这个占用的空间 不一定会太大 但是他他是个趋势我们看到吧 呃好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先先先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 btc网络是怎么支持这个 nmt的是吧 还有这个brc20 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太方是吧 就是呃721 这个协议他主要做两件事啊 一件事就是说 他给每个token编个号 对吧 那就是那每个不同的token发生的钱包 他他就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每个token呢 我再绑一个图片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会让这个图片有不一不一样的稀缺度 或者特点 这样的话我们就 就说我的token和你的token不一样 除了编号以外 还有就是我的图片可能更漂亮 或者更稀缺 这样会导致价格不一样啊 所以就是nft特征 nft特征就是说可区分的token 再加上可辨识的数据对象 这个一般我们是小图片啊 对 这大概这样一个前聊的一个定义 以后是抽象的 呃然后呢 我们看看这个比特币是后来怎么怎么搞的是吧 这个呢 他这个就是 他基于两个升级啊比特币 比特币就是 就我看比特币 因为我原来是以太坊 对吧 做做合约嘛 我看这个比特币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社区就比较慢是吧 什么动作都比较慢啊 这个后来理解这叫那叫文件也好 或者说叫做这个反正他这个就是你看二二一七年发布一个是吧 比较重大的一个升级叫隔离坚证啊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隔离坚证干嘛用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二十一年的时候 呃 二十一年十月份是吧 就是 激活了叫 啊 其实这是一个协议啊 但是现在叫闪电网络 他他跟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支付那个通道是 类似的一个翻译吧 啊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协议 但用这个协议就可以做一个支付通道 就是极大提高了比特币的这个 呃 就是交易速度 因为 他在上链之前 我们知道比特币是十分钟出一个区块是吧 就是你什么事情都得等十分钟 但是这个呃 这个tap root呢 他可以在 呃 相当于做了一个 区块的一个测链 那实际上现在的主链里边这个块啊 他可以 就是说通过一个通道吧 有相当于这个 在在在没有上链之前 我可以把 很多交易 我都先先打包在我自己的一个 就是交易里边 但是我没上链之前 我就可以大量的交易先打包进来啊 然后我就等待上链 一次验证就可以了啊 这样会极大提高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就是 就是 这个我们叫吞吐量吧 就是 每秒的交易速度啊 呃 所以呢 就是他实现了 就是 tap root实现了三个这个 BIP是吧 呃 比特币叫EIP啊 这个 比特币叫BIP啊 就是 他这个技术改进 一个就是 签名这个 算法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脚本的升级 他实现了一个叫默克尔数吧 这个就是验证起来更方便了啊 就是验证一个交易 有效性了 开始 然后还有一个钱包地址应该 呃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脚本啊 就是他这个 他其实比特币也有脚本啊 但是一般我们不太用的 因为没啥用 但现在就不用了 Ordinus就是放在脚本里边 所有名文都是放在脚本这个 这个字段 对 呃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在比特币上 所以因为这两个升级以后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隔离见证啊 就这两个升级以后呢 现在就可以做一些 以太坊是原来能做啊 但比特币上原来不太好做的事 但是现在也可以至少是 可以发token是吧 然后进行转账交易了 这个现在都可以做了 就是20这样一个东西 呃 这个是隔离见证啊 隔离见证的话就是 我们看这个 左上角就是他的区块吧 区块打包 打包的区块的这个一个 抽象的一个就是 这个图啊 就这里有什么呢 蓝色的表示签名啊 就蓝色这个块表示签名 然后呢 这个红色的紫色的 这都是交易啊 交易 就是基本上呢 呃一个签名啊 对应一笔交易 或者一个签名对应 呃几笔交易 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一个签名对应一笔交易 呃 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呢 就是区块验证的时候呢 他这个签名占用的空间非常大 啊对 因为要加密算法 其实交易 其实交易的话 如果你有单笔交易的 对吧 就转账A转到B 他占的空间并不大 是吧 就很小 但是每个区块 以前比特币这个一个区块 这个容量是有限的 就是一兆 加起反正这么多交易 就就一兆 上线啊 不能再多了啊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策略像 什么比特现金呢 啊 这个据说比较大升级的 什么 16G 32G 都弄出来啊 但比特币反正就是一兆 然后呢 这个就是隔离间证这个升级 做了件什么事呢 他把签名啊 这个蓝色的过程签名 我给他抽出来 我可以单独拿到另外一个空间 就存储区域算 然后我剩什么呢 剩这个 就是红色和紫色的 就是交易 那就是说 这个隔离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升级以后 他会分成两个空间 就是同样一个区块是吧 就是区块就是对吧 我们就简单理解是数据库是吧 原来就是一个库 现在我分两库是吧 就是两张表了 对吧 原来就一张表都参在一起 现在我分成两张 然后左边这张呢 我只存他的交易啊 对 就所有的交易都存在 然后右边我就存签名 对 就只存这个签名 所以这样呢 就是就会有一个事情发生 就是说我的交易和签名 我可以分开 分成两个地方存储 分成两个地方存储呢 这个后来这个就升级以后啊 这个比特币可以四兆这个存储空间 然后一兆是还是原来的存储 我们的交易 因为签名比较大 所以给到签名三兆 这样的话就是 而且他这个 而且他改了一个什么呢 就在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是在top root的这个 刚才那个top root的这个 BIP升级的时候 他改了一个叫 部分签名验证 是吧 原来的签名就是 因为一个一个 一个交易跟着一个 跟着一个签名嘛 是吧 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就不好去 就是说单独一个签名 验证好多交易 这个原来不好做 但是先隔离出来呢 就是说他这个 具体原理就是 这个底层就是 这是加密算法啊 这个我就不太擅长了 但是就是 结果就是说 我一个签名 可以管多笔交易 然后呢 多个 我也可以出现就是多签了 是吧 就是多签 原来也能多签 但是现在多签 据说能支持到 1000个以上的多签啊 就总而言之 这样隔离开了以后 它的容量和存储空间 那我这个就可以在 呃 就是说 相当于不在这个主链上 但是现在的做法 其实还是在啊 但是就是 我是可以在这个 闪电网络上 做这个签名验证这个事 就验证 我可以离线了 相当于链下来做了 那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 那我就就 我就知道交易是谁的了 是吧 那我就可以 就消费这笔交易 是吧 进行交易 呃 这个是他比较重要 那一个提升 提升以后 他一个是提升了 他的存储的速度 是吧 第二就是说 呃 他可以很多工作 在闪电网络 就是相当于链 链下吧 撤链 原来叫 是吧 这样这样一个工作来做 其实这个是 呃 闪电网络做法 应该我们现在认为 是在链上啊 就是比特币的 它内部整合进的链上 还是在一层啊 OK 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他 之所以能支持明文 这次的这个协议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理哈 呃 这个明文就比较 呃 就是我就简单讲一下吧 他就是把充给的编号 我们知道一个比特币是有10的 对吧 8次网就一个充来组成的 是吧 所以就是第一个 就第一个这个创世矿 呃 第一个矿工 就是中文充挖出来那个矿 是吧 那就50个比特币 50个比特币 从第一个比特币的第一个充开始编号 一直编到最后一个 对吧 就0到就这么多个 对吧 这个充 呃 那么呢 就是然后往后第二第二第二个50个 第三个50个 就是说他把2100万个比特币里边的充 全部编号了 OK啊 这编号 那编号呢 呃 OK 这就可以就是判定这个充和其他充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但是转账的时候 如果你不进行一个啊 操就处理的话 他还是有问题的 那就是我们打明文哈 呃 这个就是说 呃对这个比特币还有一个 我就稍微提一下 他就这个叫UTXO模型吧 就为为消费的交易 也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发生一笔转账 从一转到币哈 那我我得找我手兜里的零钱 他实际上就是我转 比如转转给这个人这个9块钱 那我我要从我钱包里 就是这个比特币 他不像这个以太庞是吧 就是有账户 Balance预额的 他不是 他是这个 就是我没消费到的找零 就原来我消费一笔 我说找零 消费找零 可能有五分的 二分的 有八分的 是吧 没有八分 就是说这个 一毛的 两块的 也一块的 这就 那我要花一个 就是三块五 我就得挑两个一块的是吧 就是从这里边找 找这些 这些叫为消费的这个交易 在我的钱包里 我要凑出来这个东西 这个比特币去算一下 所以就是我要转9块钱给B 那A的话就要凑 凑出来这个四个 比如说 一块两块 三块三块是吧 凑个十块钱 然后转给B 转给B的话就是说 那么如果按 他会按冲的编号 就是一二三号 不是 这不是冲的编号 就是说 这个为花费交易 就是这个第一个 一块钱 第二个是两块钱 第三个是 比如三块钱 但是这里边只有冲的是吧 比如每个都一百个冲 就一百分嘛 然后转的时候 转给B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 他一定要保证第一个 第一个一块钱 这一块钱 当然你可以一百个都转回来 至少第一个一块钱 第一个冲 要转给B 其他可能都是矿工费 对吧 但是没有那么多矿工费 像这个就是 就是四的话就是 如果这边三块 那就是三块钱的矿工费 但是他一定要保证第一号 要给到B全包 因为我们打明文 打的一号 从一号这个 一号这个一块钱里边 如果你这个转给矿工的话 这个你知道 奥尔利现在很值钱 是吧 那这个就给矿工了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他做了一个 就是转账的时候 他要按顺序来的 对 就是应该是从大到小的一个排序 对 然后这样转 这样我们就会保证 我们要转的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明文 明文的绑 绑在一个充里边的一个脚本 他会转正常的转到B 这样一个就是 就Ordinous 他主要就做了这件事 OK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 之前发生一个小的一个 就是 这个是一个交易所 是吧 比较大的交易所 把这两个明文 这个搞混了 就是一个叫 还有一个 SATS 是一个字符 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 在这个 MySQL数据库里边 是吧 MySQL数据库里边 当这个 你用默认的这个排序的时候 他会按照这个发音是吧 来去进行这个 排序的一个 排序 或者说这个 Key的一个输出 所以这两个发音 恰好一样 然后他的这个Key是一样 就是他的这个 对查询 数据库的Key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钱包交易所的时候 用户一收的话 这两个都会显出来 这是黑客 就是前面那个黑客 来去发的一个token 那么这两个在用户看起来 其实是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很难看出来 对吧 因为手机比较小 然后这两个查询 因为又是一样的 所以在 在钱包上 也没有关注到 就直接被搜索出来了 就索引到了 因为钱包就是走这个 这个流程 所以这就发生了一个假英文事件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在数据库里边 都容易出这种错误 是吧 就是那么在脚本上 这个级别的话 就是实际上就底层脚本 就相当于 以太坊的这个EVM这个级别 甚至更低 那就是这个问题 就安全性是很 很要命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比特币 他这个对脚本的还是比较 我们要克制也好 是吧 他就是我就关比特币 其他的我不管 就是之前的这个做法 但是现在慢慢升级的 也能做一些事情 好 差不多我们就 就就这个名文 这个 他就是说也是一样的 刚才就说了 我们在一个冲上 然后给他编号 那就是NFT的这个token 然后这就可以发送钱包了 是吧 刚才就是这个原理 然后呢 每个冲呢 有个图片 那但是这个图片 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他是要上链的 所以这个大小的话 一定要控制尺寸 因为现在 他是基于这个 比特币算 Gas费的 当然这个其他都一样 除了小图片之外 视频音乐 GS代码 ACML 而我们就属于后边 这个ACML加GS代码的 这个就低规GS ACML 最后的一个显示 就低规名文 所以就是说 叙述协议 加上一个名文 名文就是 就是丧链那个资源 这个就是NFT 对吧 这个理论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区分一下 这个概念 是吧 我们就做这个 学习讨论 就BRC20 就实际上 这个名文是一个 NFT 也就是 他如果对应的话 就是721 名文的本质上是721 所以最早其实的话 都是发图片的 后来就是 有人发Gasen 是吧 反正发Gas文件 然后Gasen文件里边 写写写这个 MIT呀 Deploy 这种 所以呢 这个BRC20 其实 他是一种NFT的特例 对 因为在比特币上 没有这个 这个 就20 这种协议是吧 20人家是这个 以太坊定义的 那他怎么样呢 他就把NFT这个 我就当成20来用了 就是我 你这个token 是多少 无所谓 反正我就认为 他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 对吧 编号不一样 但是我就不绑图片了 是吧 我是把里边绑一些Gasen 那么就是说 就是看起来就 就一样了 对吧 只不过这数量不一样 我得有一千个 他得有一万个 他得五千个等等 所以就BRC20是 是这个名文的 就是我们 NFT一种 T的一种 特例的一个应用 是吧 他实际上把NFT 当成FT来用 就是 就这种 其实没有新的 就我理解 没有新的 就是 就是绑Gasen 然后我 因为可以自己定义 Gasen的这个 内容 所以他并没有说 就是说 像那个 以太坊协议的概念 只是一个应用 就是应用 补及了 他就变成协议了 但是没有这个 协议层的定义 这我们知道 还有这个 404是吧 最近比较火 我就看了一下 当然这个 我就是短暂研究一下 就是 我看到 他也是一个变体 就是721的一个变体 就是什么 图B一体 是吧 那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 我就把这个图 NFT当币来用 对吧 就是他本质上一样的 但是这个就是 还有一些这个 呃别的看法啊 但是我认为就是 就是就是他就是 跟这个用法是一样的 跟这个比特币是吧 就是把NFT当这个 这个FT来用 当然可能有一些 这个组合的玩法 嗯 那个 嗯 呃阿克斯东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呃 就是他那个名文 绑定的那个充 就是这个绑定的充的数量是 呃固定的吗 还是说 随便还是怎么 就 嗯 嗯 我不知道你 你不得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 我理解 对 就是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嗯 呃 他这个就是 嗯 他是靠一笔这个转账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充对绑定多少充是吧 就这个充呢 绑定多少充 对对绑定多少充 就是这1000个 因为你要转账是吧 你要把这1000个充 就是其实就是比特币嘛 0.00几个比特币是吧 转出去对吧 从A转到B 对不对 对 嗯 所以对 然后他他商量的时候 也是是吧 就是我这个名文 绑到哪个充上 对吧 他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1000号充 然后 1000号充 然后如果绑1000个充的话 那就是1000号到 比如1999 2000 对吧 这中间1000个充 都绑在这个 呃 就是这个交易上吧 我们认为啊 就是这样转给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 呃 就 嗯 我我更具体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 就讲了说我们现在 呃 一个名文 关联的是一个图片 嗯 那 呃 他其实 呃 比如说我一个 UX UTXO上面 呃 他可能是有 呃 1000个 呃 1000个充 这这1000个充的 这个 呃 这个UXO里面 他他那段 这个呃 呃 就是脚本里面 他可能绑了一个图片吗 我们就先固定这样理解 那那这1000个充 是不能够拆分的是吗 呃 呃 对 如果你绑了1000个充 拆了 他就就没有了 是吗 没了这个 对对对 就是是这样的 名文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打名文的时候 是吧 打名文的时候 那如果你 你你往里边 因为你这个数 可以自己填吧 是吧 你是填1000 还是填2000 还是填500啊 如果是原来是UTXO是1000个 如果你绑了1000 那这个UTX就不动了 是吧 对 他绑上名文以后 他就不能拆了 呃 但是他绑多少个充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呃 对你自己来设定 想绑多少个就 对你你可以绑500个可以 对对 这个你是可以自己绑的 BLC20的这个绑Jason的 他也是这样什么 随便绑多少个 还是说 一般钱包会 有 这种 就是说 他理论是随便绑多少个 绑多少充都可以 对你愿意绑多少个都可以 对对对是这样 哦 了解 对对 OK 对你愿意绑多少个绑多少个 然后他是不能不能 这个充就不能打散了 因为打散了 这个就 这个就就就就会就会乱掉啊 一般的话 这个充就是说 他不会当普通比特币 他会他会变成名文放里边 然后转账的时候 钱包也会失便 就这1000个充 他不能帮当比特币 给他花费掉 或者当GAS费去用的 这个就就给你留着了啊 就钱包 就知识知识名文的钱包都会留着 嗯 明白了 然后这个充的多少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 他有个数量的最低限度 就是546 就是你绑充的数 他现在就是说一般绑的话 就是我们普通是绑1000个是吧 通常情况下 再多了这就是币 没啥用啊 你不用绑那么多 但是为什么不能低于546个呢 因为在比特币上 就是 之前他这个算法 就是矿工为了防止这是粉尘工具 就认为这一个充太小了 如果一个UTX里边就一个充 他这个主网是拒绝交易的 就就充太少了 所以一般的话 就是你看这个很多名文里边 就546是一个数 然后1000 就大部分是1000或者546 对 就是绑的再少 他就是比特币主网 就就GAS费太收不上来了 就按Sign子来收嘛 他就不让你给你上链了 所以一般我就绑546 但是现在有些做那个 比如说奥特马协议啊 奥林都是没做是吧 还有我看国内有些团队也在做 就是说 他想把这个充再给他降低 就再能绑定546之下 怎么能绑啊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做出来啊 可能在二层上说呀 反正那二层就结算了 是吧 那主网还是其实还是这么结算 就是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 546是最低的一个大大部分都这么这么来绑 对就最低546分再低了 对 ok 明白明白了 ok 好 这个回头我对回头这个 ok我先把这讲一下对讲一下 然后的话这个是 这个就那我就快点过是吧 这就是名文的一个格式 这个HML的名文是吧 你能看到在一些浏览器里边 对就是audi的Io 你就可以看到直接打开这个是吧 嗯 呃 就是说这个等一会我回答 然后的话就这个这个ATML打开 对嗯 是一个格式是吧 因为看到里边内容 但如果是图片什么之类的可以浏览 这个概念 对 ok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那有这个我再回答一下这个 呃 他是这样的哈 就是说 你 你 不是你自己组装的 呃 就是你是向主主网申请 你比如说我绑这个名文 然后呃 我我要这里边1000个充 然后 他是我打个比方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钱包里边有10个未消费交易 也就是相当于10块零钱啊 10块零钱 那比如说我要我要花一块零钱 这里零这一块钱有1000个充是吧 然后 我给到这个 呃 给到币钱包就打了名文以后 转账出去是吧 那这一块零钱可能是有两个五毛凑起来的 就是原来是两个五毛两个五百充是吧 然后凑成一个1000 就是凑成一个新的一个叫叫这个交易消费 就凑成一个新的 然后凑成一个新的给到币钱包 然后这变成一个名文了 然后对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名文了这个名文这1000个充 在就是你只要绑成名文以后转到一个如果转到一个普通的比特币钱包 那这个还会被花掉 他会再被拆开 如果是一个普通比特币的钱包的话 他不认为这是什么特殊的东西 他就会把这个你比如说这是两个五毛的是吧 有两个五百充 他会再去拆 如果你再花了三毛再花了七毛 他就会把这个充再拆开 然后再花掉 或者是你花两两块钱 他就把这一个大包成两块钱里边再花掉 这是普通的这个比特币钱包 就不支持名文的 但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主流都快支持了 是吧 OK啊 币安也在支持 然后这个Unset是去找的 但如果你是转给名文的钱包 他马上就识别出来 这是个名文 这1000个充不能随便转 因为这1000个充的价值有可能远远大于你 当一毛钱花二九 是吧 他可能是100 剩1000块钱 对 钱包就会识别出来 这个充 对 你可以转账 但是就是当这个名文来转 这样的 销毁的话 当然你可以 如果是你有这个主链的话 你可以用主链去自己来操作销毁 但钱包的话肯定 如果是名文钱包 他会让你当一个名文来去转 就这1000个充 对 是这样的 反正这是我理解 但是理论上实践出来应该是这样 就这个应该是不会裁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协议 就是怎么我猜开 是吧 把这1000个充 我再猜开一个一个的 B2C2 我再来做 但是大家还是做 现在还没有谁做出来 说我能猜开这个 就是基于充的来猜开 但是Jason的可以猜 Jason这个跟充没有关 就是他还是绑一个充 1000个充 但是那Jason数里边可以随便去盖 那是可以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 就打明文的一个 这个我用的一个API 当然他也是应该是比特币社区的一个 对这样一个脚本 他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脚本 对吧 然后我要有个公钥 公钥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标志位 是吧 然后OP0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不能运行脚本 因为这个我要加一个 加一个我们的名文 名文信息 文件图片等等 这个东西 这个Data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 就不需要去执行这个脚本 对吧 然后还有文件类型 然后呢 这个是一笔交易 这个交易 交易的话就是 他会用这个 对脚本产生一个叶子节点 这个叫做默克尔树的 我理解 然后呢 用一个公钥和他的叶子节点 再做一个 就是这个 就叫编码吧 对吧 生成一个叫top key的东西 就是跟公钥相关的一个 是吧 跟他数据有关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转账的一个 这个没有用第三 这个就是说 虽然用第三方 但是这属于比特币 就是用直接用比特币来去转账 没有用钱包之类的 这个API来转 这个你可以写在就是后端 不用去调用这个什么的 对 不用去调用那个钱包的 对 这就是这个是什么 我看啊 这个这个是 你的输出输出交易 就是用上一笔这个交易的这个 就我要用这笔钱是吧 那我要上一笔交易 拿到这个钱 这个是我自己的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输出 输出的话 输出是 应该输出也是一个交易地址啊 然后这个是 就上一笔这个交易 我要用多少钱 这个是用多少钱 是吧 然后他的key 这个是公钥 而输出的话 就是我的一个 总的减掉一个 费的话是 矿工费 就是 他其实就是说 我输入 比如说我这个我要转账啊 我要转 我比如说这个 我这个就是为消费交易里边100块钱 我转给这个币账户50块钱 然后剩下的50直接当矿工费的 对 就是就是这样算的啊 就是矿工费不直接表示出来 就是说那两笔交易一减掉 剩下的就是矿工费啊 大概这样 然后这个是转给哪个地址啊 就是对方账号啊 这样一个转账 然后这个这个witness 就是下边的这个 下边还有一个 呃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叫 啊隔离见证啊 隔离见证有签名放在这里边啊 放这个witness里边啊 所以他他上上链的时候 他会这个区分出来这个区块啊 就这里边一个雕本 一个还是一个public的体啊 呃还有页节点 呃对 然后还有一个签名吧 然后他把这个 呃这个签名里边 我们看带这个交易 看这边 签名里边带这个交易 就是这个签名 我是跟这个交易是相关的啊 OK 这个sack key啊 sack key是没写 这个是 你要转账那个钱包的这个 这工 就是这个叫 钥子盾啊 就这里边带私钥的啊 就签名你要用私钥啊 对 这个因为在在后端嘛 然后脚本产生的嘛 对 他他他我这种产生了一个临时的账 是吧 所以这个有私钥的这里边 你签名嘛 肯定带私钥的 所以这个是不用钱包授权的这种做法啊 但是如果前端的话这个就就需要授权了 这个就 我不用这这种写法了 OK 呃这样的话就是说 呃我把这个 这个脚本 所谓脚本就是说 呃这个签名是吧 签名就是带私钥的 包括这笔交易的信息 我都打到了一个签名里边 然后这个就一个隔离真正 这个就push上链 上链就产生一个交易 对 呃 这个会 这个这个push函数的话 就是说把这个 就是我们叫做交易是吧 这里边既有签名 又有交易信息 然后push 呃到比特币主链上 然后他push的上去 当然他打包嘛 这个地方有 我看有 谁问的 有个群里边问啊 就是说这个啊 就是他其实打包的时候 呃就是说我把这个交易 呃只要你有签名是吧 有交易信息 我上传的时候 那么他十分钟以后才会确认是吧 嗯 但是他上传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比特币会有一个叫 Maverpool是吧 就是一个缓存值一样是吧 那里边好多交易 就你矿工费够了 他就先上是吧 矿工费也不够 他就永远在那里边待着 就是他只要是进了这个这个缓存值 这缓存值很快的吧 你只要push他就上去了 他马上就回回回来一笔交易 对 呃 对这呃 我用的是他扑入的格式 就是这个格式的话 因为知识明文比较好 对啊 这个签名也可以不用 呃 但是这个我就言对不细了 反正我用的是这个他扑入的 就是这个闪电网络这种格式嘛 就明文用的这个比较多啊 啊也有不用的对 我看也有明文不用这种格式的 ok 嗯 ok 然后的话是对 就是说这个缓存值只要你你发了这个函数 对吧连到主网 他就会给你个这个交易地址 然后你就可以在主网 你看他等他上链了 对吧 就这个交易地址拿这个查这个mine pool 他就可以看他就什么时候上链 上块的吧 首先会够了就是下一个区块 不够你就等几个区块 好 呃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比特币的啊 然后我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行业 行就是行业这个方向是在这个呃 呃NFT上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去就是上一次21年是NFT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是是在哪呢 就是有一个项目是他是一个平台是吧 他是在第二个和第三四六七第七个啊都是这个平台的 只不是他是两个系列啊 呃当然这里边有很多这个NFT了 就是说彭克迪啊那时候猴子还是还没起来是吧 就他比猴子要早一些啊 就是在中间吧21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吧应该是 就这个平台是专门做艺术的啊 算法艺术就跟我们很像的 这是以太坊的啊 呃对他这个平台 大概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在NFT这个方向啊 这样一个方向啊 这个我们不看了 就是他他早期这个彭克和猴子没出来之前他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后来这个头像太高了 呃当然他价格就是跌也没有跌的那么狠啊 反正就是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呢 就是买买这种NFT的就是R block的比较佛系是吧 可能是也不受这个营销这个影响比较小的 啊这是他的第一个首发的一个效果啊 啊跟我们这个有点像 反正我们就知道一下这这种就是这种效果啊 这第一个也比较简单一点啊 其实今天还有还有在在在做的啊 就是在发发售的在BTC上的 但是不是呃就就不是我们的项目的 其他项目在发 呃这个就是这种风格吧 大家知道这就是程序编出来 他比较抽象啊 你要让他画头像他不一定很擅长啊 头像就至少他都有图片 对吧在组合呢啊 就是美国人家画头像 啊对 这个生成艺术他不是AI生成 他是用程序代码 就是你写代码是吧 纯写代手写代码 然后有些算法来去做 啊左边这个比较贵了 其实这两个都都上过拍卖行 叫舒服比啊 反正现在舒服比 呃今天的话一个稀有冲 就刚才说那个冲是吧 编号的多少号24号稀有冲 反正今天卖的比较贵吧 反正我偶尔也会看一下新闻 就光一个冲啊 光那24号冲 卖了20个20几个比特币 BTC吧 反正现在是比较市场有点 风猛了 呃这个是一个系列 大家可以看到吧 一个系列这个这个样 就是这样 呃对 就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呢 反正现在看成应该还是有的 对吧 因为有的头像现在已经也 砸砸起来了 我们不是做头像来的 就是说至少 技术名文已经支持了 对二二号冲吗 24号冲二号冲 我记不得了 谢谢啊 然后对呃高清图片呢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OK好 谢谢 然后的话就是高高清 那就是这个创世创世区块里边 对 然后呢这个高清的话就是 这个现在因为比特币呢 就是做的比较少吧 所以就是就得通过技术来追 啊 通过技术吧 通过算法来去就是前端渲染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我们觉得是个机会吧 趋势 呃对 这个因为止存代码嘛 你上链的时候他止存代码他没有任何图片 香树那种没有 在现场生长的 所以这个就比较合适BTC 至少手艺费低了 哎 我不好意思 就是我那个呃 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要是一个普通的图片 他是把那个图片的呃 类似于Base64编码 还是说什么58编码之类的啊 放到这个呃 链上去是吗 放到就是嗯 嗯 嗯那怎么说 就是放到那个 就是作为一个名文 放到那放到他的脚本里面去是吗 嗯 对的 就是把他的Base64编码 就是你你你在互联网上怎么传图片 对吧 他就怎么用 哦 就你互联网上怎么传到数据库里边 他就怎么传 他就把这个编码 对写到他的那个刚才这个脚本 就是他的图片其实是没办法存的 对他他这个比特币一个区块就是四兆 然后给到那个交易一兆 那就剩三兆了 超过三兆都传不上去了 就是你现在对上传名文的话 很多这个名文平台三百k都不让你传 单个文件三百k 嗯应该巨贵啊 就是他是按这个重量去算手续费的吗 对对对对 就是三百k的话可能 我大概估的啊 就得几千用了几千到了 对三百k你要四兆的话一个传不上去 第二个就是那就是上万优 是吧 他跟对以太坊不太不太一样 对就是就这个地方吗 就这个对他吗 对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就是 如果是前段代码的话 就是这个直接拿过来 就拿过来就可以 就是后端就是你传过来背六四 就这个东西 对这个是脚本就在这里 对就对的 对的就是你要传那个背六四的 片记 什么刚才没看到那个有个问题呢 等会等会我再回答 我先我先讲完 然后那个后边我没回答问题 我再回答 然后对对这个这个 所以所以说说对手续费 因为就是手续费特别高 所以看到之前第一张图片 就是大家都不怎么网上传图片了 是吧因为这个太贵啊 而效果还很很差 对吧 你不像以太坊是吧 你是链下链下的 对吧 你多大图片无所谓 然后这个这个我们的项目 用了一个地规名文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说所谓地规的话 就是说链上的调用 什么链上调用 就是我们写全端 或者我们就是写全端吧 写全端你在这个 引用这个GS代码的时候 对吧 你会引用其他文件 对吧 你可以引用这个这个CDN的加速的 是吧 网络的 是吧 也可以引用自己的 对吧 这种 然后呢 他这个地规名文就是说 如果你也可以引用图片啊 当然就是我们就我们这里边是用程序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加加加写的算法 我要引用一个另外一个算法 或者另外一个库 对吧 我不能写一个3D 这个外部 那个叫就是3D的外部GL库是吧 我不能写个3D渲染库啊 对吧 这个也不是我们能干的活是吧 对吧 这是引擎方 或者写3D的来做 但是我要引用它怎么办呢 你不能引用链下的 对吧 链下最后出问题 对吧 就是比特币也不让你随便链下的 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库 就刚才说那个 对吧 3D库先给它传上去 但是不要太大啊 几百K就可以接受了 你先把这个库传上去 传上去以后呢 然后你这个GS再去就是引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吧 在那HCML引用 但是你可以引用其他的 其他的库了 对 那这个 但是这个库都在链上 已经上链了 这样就是地规的 其实就是函数的一个引用 对 这样 这样就是你可以引用好多功能 ARK是啥不知道啊 对 就得解释一下 这个太多名词了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就是当然你可以引用图片呢 就是有些这个 NFT他就是先把 我先把头像像朋克是吧 这种 我先把头像的这个公用图片 先先上转上去 然后代码里边引用 就调用他的这个 这个ID就可以了 Atomico吗 电子是吧 Atomico协议的这个电子啊 对吧 OK OK 等一下我说一下电子的事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以看到啊 等一下我再说吧 这个关于其他点的 我先把这个讲啊 呃 反正这个就是引用的概念啊 对 呃 这个就是引用的一个语法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还用了一个压缩压缩设法 这个这个不是我传的 这个我找了半天 有有国外的这个工程师传上去了 就是说 因为我我我自己还传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渲染的这个引擎啊 就是他的渲染 渲染 渲染设法 呃 但是呢这个渲染设法太大了 是吧 我手一背又呃 这个割肉心太疼 然后我就先把它压缩一下 压缩一下 我们我们先就是压缩一下我的传染设 传染以后呢 我们先在在用的时候引用的时候 我先引用一个已经在链上的一个解压啊 解压设法 然后呢呃 对解压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再把这个我们的算法给他拿下来 然后再把它解压 解压以后这个酷我们就能用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算法 就是这里边也用了两个酷 一个是解压缩的 一个是一个是做呃 做这个这个这个呃 就是这个渲染酷 对 然后自己的算法去叼用他们在 对 这下边代码就叼用的过程吧 这个就 这个就是一个呃 就就标准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格式吧 大家知道 就是先竖创一下 是吧 什么创电画布啊 颜色模式啊 啊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框架啊 这个就是ATML里边 我们的就是来用啊 这个 但是这个可以实现一个标准啊 每个 每个平台标准不一样啊 我们就就就就这样来去做啊 简单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就是 这个就是算法 算法里边就是我们对外暴露就是一个函数 你就直接在这个ATML调用这个函数 这好像就是 链上那个链上的这个函数 啊 对链上 然后他就会调用一些资源来去渲染画图 大概这样 就那个 呃 这个是之前就是上次我在这个 呃 就叫 呃 rebase社区啊 也分享过一次 但是一个月前了 是吧 就是过年之前啊 是做的这个东西 啊 现在呢 呃 又做了一个 他主要是这个算法刚才看的就做了一个这样这样一个一个效果啊 对 呃 对这个这个效果看着好看一点 口像啊 叫做就叫什么来着 叫颜色呃脸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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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啊 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其中这个就几种形状了其中一种形状就用了这个啊 就叫这个啊 呃 叫这个叫 玫瑰曲线是吧 它就是一种叫法啊 就是一个啊 坐标系 它这个口身和线 呃 我们要画图嘛 对吧 画图这个XY坐标是吧 然后描成口身和线的形式 呃 它有个倍数关系 就是XY的这个口身和线 呃 它它反正是成一个倍数关系 两倍啊 四倍啊 六倍啊 呃 八倍十二倍等等 它就是图像不一样了 是吧 有的是玫瑰花形状 是吧 啊 当然它不是真的画 就是那种 就就曲线的 是吧 就它有一个周期性的 这个这个样子 呃 这个其中一个算法 在这里边用了几个啊 其中一个是这种啊 应该是这个形状 但是这个没有画权啊 这画权的话 它是一个 啊 反正就是一个一个 就你可以认为叫八卦 就是类似这种 这种啊 就曲线 是吧 现在还说好啊 反正它都没画权 这是画了三分之一左右 对 偷像了 OK 这个就是就我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我演示一下这个 就是刚刚那一段 就阿斯克普特的 而你挑没有代码 是会把它装成名文 上传到链上是吧 就这对对对对对吧 对对对 这个它它是有两对 两个要上链了啊 我说一下 对 那我来去再再再说一下 就是说 呃 呃这两个是一个文件啊 这两个是一个文件里面 这是HTML文件 这个就是NFT名文 就是你打的时候就打这个东西 对 OK 就是每个人打的这段都是一样的 这段这个HTML都是标准格式 都是一样的啊 呃这个是不一样的 呃这个里边 呃这个里边好像有人没写 这个我们会有一个哈希子或者是一种的 这个种子哦 这个里边对 所以每个就是不一样的了 就就这个函数绝对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 对对 呃对对就这样 然后呢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也是在链上 这个函数是项目方的部署的 就是项目方这个先部署上去 对吧 因为你要雕用嘛 你第一个你要雕用 对 就相当于它打明文的时候 就是会生成一些随机数 然后雕用你这个函数 对对对对 随机数就生成对对对对 对颜色也好曲线也好 对对对对 就是就说用户 就是每一个用户打的明文 就是这个ACML 他的 然后他对随机数是不一样 他最后结果就不一样 对那HRI 这标准是一样 就格式是一样 就是那个随机数不一样 是这样 OK啊 对 呃OK 然后我看看 我就演示一下吧 然后就就打一个这个我就不讲 我们这个我先演示一下 然后我再说一个事 呃这个我看看 对现在我们做到一个这个这个效果 这个是 这个月又更新一个版本啊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就是这波生成呢 就是这样的 你点一下是吧 他就会才产生一个随机数 这个太慢了 就可能因为我在直播呢 这个这个 因为直播就比较慢 这个也很酷啊 就是啊 对对对 效果还可以 现场做出来 对啊 对这个就是用户交互嘛 这个就是生成艺术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头像类你是做好的是吧 然后我到时候选或者开盲盒嘛 但是生成艺术我我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嘛 这个我是无限的是吧 比如我搞一千万个学艺术你 你就就就点吧 对是是 这个还有动画 我看这是能我我这个能能产生动画吧 就是有15%的概率有动画了 这个可以 这个有点卡 如果不直播的话应该比这快啊 100帧 现在的话 可能只有30 对 就没有 这动画出不来了 就大家可以去试啊 我都会把发出来 这太慢了不行 嗯 这个也看起来很酷的 对对 所以所以说这个去上个牛市在以太坊的做这个事 还是有很多人关系嘛 对啊 然后这是个介绍 反正这个前段就是我我写的 这个这个这个就工作量 对 然后对这个有个说理图上面还在炫的 下面就就知道你打的是哪一个嘛 然后这个就直接就掉钱包出来 对这是城市网 慢了 呃就转账就好了 然后 转账是吧 转账就不好了 还是转呢 这是转账 反正这个等一下他他会这个就是说 呃 有就收到费用以后这个地方他会有一个 就是为为为确认的一个 为确认的一个啊一个这个交易在这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这个因为是个心脏 呃成功的话就是在这边 啊 这个这个比较慢 啊这个出来了啊 这在钱包里边就可以看到 但是这是个测试网 哦他们的钱包里面就只能支持这种炫耀呀 对呀 就就是就是HTML了 对呀 现在大部分浏览器什么都都可以啊 这还有动画是吧 就是说对对其实这个很简单 因为这个名文他就是对吧 就是带HTML 对吧 所以这个有就动画更酷 但是动画的话对对钱包可能有个冲击 所以我们一般控制动画量是吧 如果大家都在博上动画这钱包可能受不了 对 OK 对对对 这其他就没有了 就是反正到时候发现了这个 就一些介绍吧 OK 然后对 然后这个就最后有两个疑问 我我答之前我先那个 一个小时了 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项目呢 其实做的差不多是吧 但是我们可能想长期发展 或者说这个有兴趣的大家这个 我们现在比较缺这个缺 缺个这个后端是吧 后端服器 对吧 因为有些功能就是我这个前端倒是可以 但是后端的话 就大家可以这个 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参与 对吧 就是如果大家是后端 但如果是nodegs就就最好 但是不是也没关系是吧 nodegs因为很多代码都是 gs写的就直接直接用就可以 对 然后如果是这个前端也可以是吧 前端就是这个如果你是会动画 或者喜欢艺术的都可以报名 就是我们一起合作嘛 这样 呃就是这个呢 就我们可以学习这个知识是吧 原代码也可以 如果你加入项目了 对原代码就肯定是分享出来 然后就是可以了解这个行业嘛 对 然后这个当然现在可能钱比较少一点 那就是我们就分红嘛 就如果我们发了一个NFT 发了一组是吧 一千两千我们就按这个比例来去分 分 对 对 对 这就是这个 对啊 呃 我帮一些开发者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是在远程还是 在哪里上班 远程 现在是远程 对 远程 OK 对 对 不需要那个到线下 刚才我看有有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奥特摩的 你还有一个问题 我没记住啊 就是说关于 套米科的问题啊 套米科呢 呃 两个礼拜 至少十几天吧 对吧 其他矿可能都 对吧 他是因为他是p w 了 你你这个 必得挖矿 挖出来是吧 呃 就我先说一下我的经历啊 然后 对吧 就是挖矿出来 对吧 但是那个那个位数就是很难嘛 这一般的是我的电脑 苹果的这个 挖挖挖几个小时都挖不动一个啊 然后呢 然后就开始这个不论是呃 就是他那个 不有官方的社区 他就开始更新他的一些那个叫 叫什么来的 反正第三方工具吧 对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多现成 有的时候不可以 我就是在更新这个第三方工具的时候 就说这个协议呢 呃 对吧 我们也看了 呃 非常好设计的啊 设计的非常好 对吧 理念就是 是吧 比欧里至少要进一步是吧 啊 就说的是非常好 但是我在用的时候就从我 我只从工程角度来看啊 但是推特也有吐槽是吧 第一个就是说 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说 嗯 就是他这个就是那个工具的发布 那是官方的啊 不是第三方做的 就就他们的官方的啊 但是官方其实也是一个一个一个人主导吧 他的工具就是很不稳定啊 就是说他的前面版本和后面版本就后面生泥的版本不一定比前面好 就是至少我在挖矿的时候是这样啊 这样的一个体验呃 然后我看推特也有也有工程师发现就是说 这个在工程质量法工程 而且他的一些 什么 就是就是什么 他的协议的一些这个啊 索引是吧 就那索引 据说啊 但是这我就没有具体去用过了 据说也是这种 就是工程师就不太测试就发出来了 就是那如果以太方是不太测试你就发出来 你想是什么结果是吧 对以太方就严格测试才发出来 对吧 版本 所以这个就是体验我体验就不太好啊 对 呃 第二个呢 就是说套密扣呢 就我从个人角度来看啊 呃 对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就这类项目的话 他帮助不太大 因为本来我的生成艺术 就是我们的玩法是 呃 你你自己做这个的时候 他他就是用户自己去挖嘛 对吧 你自己去选嘛 这个就是一个挖矿过程 如果你再加上他的那个迪密他是吧 就去中文化挖矿 那我这个就 我就我就这天我就别干别的了 是吧 我就成天这个 就就是说这个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 用处不太大 对啊 所以我对套密扣呢 呃 当然很多这个社区或者说这个资本上 呃很喜欢是吧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 啊 反正就体验就一般吧 啊 从我角度来来说对 而且他他设计东西就是说 呃 并没有实现 他说这个叫呃 用什么优体就是 对为为为消费这个交易那个 他没有实现那个分冲 他设计了 但是这个分冲始终没有实现啊 他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这个项目 就是干了半年啊 半年多了 起码用可能就开始干 但这个就就就就就拖了很久 哦 不我们现在对吧 没有研究那么深 也不知道是设计的问题 当时设计就是问题 还是说是研发的就有问题 反正就是说 我看了好多 包括研究新的协议都出来 就是说 他这种设计即使实现了也非常复杂 大概就是我现在 对这个套米克的这个一个看法 还有什么问题 之前还有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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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可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吧 哎我们先不说NFT啊 就刚才说的 二可的就ARC20的就是说他必须都是 DEMIT就是要挖矿的形式才能打出来是吧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你如果我要开发一个或者说你自己的话 你总的整个挖矿的软件原来的话 对吧 没没有这个网页可视化的话 那你你就得用命厂是吧 呃对我们工程师还可以那用户的话用命厂那个 有人试过 那有有的这个技术博主试过 那根本就起不来用不起来是吧 用命厂那要安装很多东西吧 呃 然后那个OK 然后是第一个就是就是挖矿这个事就第一个啊 不一样地方 第二就是说据我了解因为我没有深入了解 就是说ARC就是NFT这个事哈 就是在Atomic上 他是预先制定的 也就是说我要发一万个或者一千个 他好像是先要先要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呃 呃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发的一千个我要做成一个接生文件上到交易所是吧 就这个事在Atomic上是预先制定的 就我要制定一千个然后指向哪哪一千个图片这一千个图片我要上先上传到链上对吧 这也是一样上传的链 但是这个接生好像是预先要制好的 然后呃打的话 你你去拿那个接生原来要参与我看全里边有人拿那个接生文件 然后指定他的这个什么脚本的编号 然后自己去打这样的呃 但是啊 Ardinar就比较开放啊 Ardinar就是没有 我们是后期指定 就是前期没有什么固定阶层一千个 所以Ardinar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呃 这只是人为来设定 比如我认这一千一千个啊 是吧 对吧 对吧 就官方的就不靠谱啊 全是第三方 所以就是Atomic的话就是说我就只能看第三方社区了 对吧 能能做得来完全取决社区啊 这个这个就就就就我只能看到有第三方社区做的非常好的时候 是吧 嗯对我得我得参与 这个反正现在我都不着急 呃 然后呢 我说一下就是说刚才说到NFT这个 就是这一千个NFT 比如我们像如果我们要发一千个NFT的话 那在Ardinar上这一千个我不是前期指定的 就是我会指定一个区块 比如从八万个区块开始 然后打打打的话我就承认前一千个 所以很多人在打这个GEO Audit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限量的 你打到后边你也能上链 但是上承不承认呢 就是对吧 就是说我我算到哪个 就是我算这个你打出来这个 比如我们这里边有一些啊 这个有写的 我这个写的 啊这个还没写 就是说这个ATML里边 我们会定一些那个 就是说我们查询的时候 会定一些像B2C20那个关键字是吧 就查询这个关键字 这个没有写啊 这个删掉了 应该有了啊 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我就认前一千个ATML 后边就不认了 虽然你在链上 但是我们不认了是吧 就是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就很多人 因为一个区块人 他肯定有些人打上去 有些人没打上去是吧 就是另外一种比较合理一点的方法 就是说我认区块啊 现在我看做的最好的方法是 就是在Oliners 我就认区块 就我就不认数量了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吧 就你打了1100个1200个 那我们就认这一点200个 但是一定要在这个区块 比如说我达到9万个区块 9万个之内的我都认 超过9万个 就是901个区块 那我就不认了 哎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啊 就这样 但是后期认证的过程 这个是相方自己去拉索引啊 对 这个过程 还有个问题 OK OK 好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先答福文呢 福文 福文啥意思 福文我也没太懂懂啥意思 就是一个新的协议 我理解福文是新的协议啊 就是说 就是那个Oliners这个创始人吧 他因为Oliners他应该没有盈利 没赚他钱是吧 然后他搞一个新的协议 就叫福文协议吧 就是福文是一个币还是 这我没太研究啊 反正就是基于新的协议 对 就是就是Oliners的创始人做了一个协议 然后在那协议上发的一些token 他就叫福文吧 应该这样的理解啊 但是这个我还没有研究 404 刚开始说了 404啊 404 我们认为404这个概念 这个idea 我认为 个人认为是超 比特币的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404是ERC的对吧 我还没理解错是ERC的404啊 就是以太坊的 就是说 我理解这个ERC 他在以太坊呢 当然我没有搞过特别复杂 这个是吧 就是游戏类的这个 这种比较复杂 这个就是说 B和B之间组合呀 如果有这种玩法 那可能404会需要 但是呢 当时以太坊呢 我认为设计的已经非常的考虑 非常比较清楚 就是B2C20 我就是发token的 发币的 对吧 大家用来发币的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你的币和我的币 这反正市场上就是一个价 看市场安静 NFT呢 也很清楚 我就和你的不一样 是吧 我的头像 漂亮 你的头像难看 那我就比你的贵 这也很清楚 是吧 一个币 一个图片 是吧 然后限制数量 是吧 然后他meet的时候 你看 你看20币的话 和NFT的话 他你看他这个整个 这个以太坊设计 我认为这点是很好了 就是那个协议啊 就是合约啊 就是说 我这个20的话 就是说 我一次都发出来 2000万个 对吧 然后我去买也好 卖也好 对吧 而这个NFT不是 是吧 NFT是一个一个meet的 对吧 你相方的话 一般也是一个meet 因为你每张图片 不一样 是吧 你即使你预meet 就是提前meet 你也得一个一个挖出来 是吧 每张图片是不一样的 反正你得挖一些 对吧 你看这就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而且事实证明也是 是吧 可能玩NFT的人和20的人 他都不是一国人 对吧 但是这个404呢 就刚才说的 他就是一个把 技术上就是把NFT变成了FT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什么图比一体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应用 可能游戏里能有些用处 因为原来的话 就是这个20和721 已经非常完善了 就基本上把大部分市场都占掉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 最后一个去中文化问题 我何说 去中一化问题是这样的 去中一化问题 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 怎么说 就是说 第一个维度 我们先从市场维度 因为市场有人在用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看 就是他肯定是有用户的 是吧 他是有需求的 对 即使他不是去中一化的 OK 他不是去中一化 他不是完全去中一化 他就可 就不是去中一化 是吧 如果是NFT 这是项目方的是吧 如果是比较大的 像Audio那个币 那就是大家公认 对吧 就是我们叫共识 共识这个事情呢 这我们扯的比较远 但是 就是有同学问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 就是中一化的 就是共识这个事情 我们机器的共识 比如矿机的共识 是共识 人的共识 就这个是我现在才理解到 因为以前是没有理解的 至少去年之前 我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 人的共识 可能也是一种共识 就是说你有没有认识 就是你承不承认这个共识 承不承认人的共识 是吧 当然呢 人的共识 在区块链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叫做 是吧 什么Trust in Code 就是不要相信人 是吧 你去验证 链上去验证 对 就是这是一种 但是呢 我们知道链上验证这个事 虽然是 我们叫以太方式 完全去中一化 就是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完全去中一化 对 你不准合约 就不能变更了 是吧 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讨论过 但是你的合约 实际上 也是取决于什么呢 这个去不去中心的话 就是你合约 有没有漏洞 不快就要舍 是吧 你舍低的过程 就是 就最后的探索 很少 对 当然他的这个 并不算级别过高了 然后至少 我都没有 大家都能拿 看 但是 我都没有 好像有点听不清你 那边的声音 对对对 可以了 还是不行 可以了 不行 行了 行了 就是就是 有一股杂音 好 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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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换了电脑的麦克 对 就是重新说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 去中心化的问题 就是说 一个呢 如果人能形成共识的话 就是你认 而里 协议 你认 认可他的这个 所影 所影器的话 对吧 这所影器的话 就是说 我们先不从技术角度来说 能不能做成去中心的 即使中心化的所影器 就是大家认不认可他 哪怕有一家在做 你认不认可他 如果认可的人多了 我们再说去中心化的所影器 对吧 有人提议是吧 大家做一个去中心化的所影器 就像那个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有些那个 就是 计算那个底价 那个状态机一样 是吧 就那个什么机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认可的话 这个就可以嘛 至少市场现在认可 所影器 所影出来的东西 虽然有些 中间有个过程 是吧 但至少现在大部分人 还是OK的 是吧 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刚才 跟那个以太坊 那个比较 就是说 即使以太坊上 合约是吧 是完全的这个 去中心化 你部署了嘛 对吧 你就不能更改了嘛 但实际上 合约里边的漏洞 是吧 即使开放圆满 是吧 当然我们能看懂的是 是一个方向了 然后你要审计 但是审计的话 其实有些bug漏洞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中心化的意味 对吧 这个一个概念 所以 所以那个就是说 当然从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 这个代码的角度 或者说 在机器的角度来说 这个比特币 肯定去中心化的程度 肯定没有 以太广告 就在索引气 这个事 但是呢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 看大家的认可程度吧 就是认可 如果我们认可程度 比较高的话 当然这个有人的因素 就是因为我跟这个 以太坊 就是比较 做的时间比较长的是吧 聊个这个事 就是你倒是相不相信 这个事情 因为我看到有些 就是这次比特币生态里边 有些那个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 就是交 不叫交易所吧 就专门交易比特币 还不是三大交易所 就是钱包吧 这我也不提了 我们觉得 我觉得他做事 其实很公平 他 从他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 他是很公平的 就是他能做手引 技术很强 相对来说 很公平 他其实可以一家独大的 但是他把这个技术 就是说这个手引机 他在自己在做 对吧 然后再发布出来 现在他是做这样一个工作 就让大家认 那你们可以做你们的 我来做我的 然后大家去认 他可以不发布 然后就认他自己的 因为他比较大嘛 是吧 就是对 但是他还是 这个本的这种 就是原则吧 就是这个就完全取消 人了 对 对 这就完全取消人的格局 是的 是的 对 对 就是说 你在去中文化的 也有跑路的 你对啊 你中文化的 也有不跑路的 对吧 币安也一直又没跑啊 是吧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是吧 其实这个人的社会 就是你要光考虑技术 那比特币 这个 这就没法搞了 但是如果你要考虑 人的因素进来 这个共识进来的话 这个比特币是有机会的 对 从这个 这个角度 还有啥问题来的 我这个问题比较大 OK 好 然后对 啊 好多同学 叫朋友 行 我这个 反正对 感谢这个 呃 泰尼啊 灯链社区 这个技术 这个还是很 问的问题 还是很很专业的啊 对 这个大家 然后我这边也是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问 我们再问 到9点 10 15或20吧 嗯 如果有问题的话 好好好 嗯 对大家想参与项目的是吧 前后端是吧 都可以 对 对 你们找几个 找几个人呢 我们其实就想找一个后端 但是如果有前端帮忙的话 就是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 就就就一两个吧 但是如果有前端帮忙 也可以是吧 对 然后 对 就主要是后端 要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要做两个 我说一下这个事啊 其实呢 呃 我们这个事已经 就是这个版已经做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其实服务器的话 比较弱 一个是就是有安全性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是 呃 如果大家是这个 就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是 看到放到这个 呃 部署到 Cloud的 呃 flayer上是吧 他是那个那什么吧 但是国内访问就比较慢吗 对吧 就是这个我们没有解决 那国外也没有问题 是吧 国内就是 就是这安全性还可以啊 就是比较慢啊 就是怎么能做个 cd加数据来啊 这第一个事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应该如果是 服务器做时间比较长 如果是对吧 练圈的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呃 如果有能力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 Note GS 那基本上我们前 前面都都写的差不多了 你就转到后边 后边就可以是吧 做些服务器的这个 这个处理 对对啊 对 然后呢 对 这个是一个啊 然后 呃 然后你就可以转到这个 就是就主要是刚才 这段代码吧 就这个代码 转到服务器 当然如果你是 这其他的个语言也没有问题啊 就这点代码 你如果转到服务器 这最好的是吧 然后如果是这个就是说 对 就这其实都喜欢了 但如果其他的也也没有问题 因为比特币 就这样这一段的话 他都有库的 他都有这些库啊 地上库 但是需要查一些资料 但是就这段有点小的难度 如果你喜欢挑战的 可以尝试一下 就比特币是吧 就这个小难度 就是这里边有一些 呃反正有些原理性东西 要了解一下吧 像他的一些这个 呃钱包 不是钱包 就就钱名 反正刚才都讲了差不多啊 就就这个事 要转到后端 对吧 就就这个事情 对 现在的话 当然这个现在下一个版本做也可以啊 就主要是服务器 服务器就是一个 一个是运维 其实没有多少事 然后如果后端能做一些啊 当然后端的话 我们可能有一些那个能 就是我们可能给一些 比如其他社区是吧 呃 其他社区的话 我们会验证呃明文 就是其实就是变了一下 收拾器 如果他有这个 我们可能给他打个折 让IFT啊 做这个事 啊 这是后端 如果前端 当然前端的话 对吧 呃 但是这个我们说一下 就是前端如果 呃也可以一起 对吧 有兴趣一起这个加入哈 当然我们会 会看一看 大家这个 是吧 这个一个是时间 还有第二个 就是你的能力哈 然后但是这个早期的话 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早期的项目主嘛 所以我们只能发 发IFT也靠 发利润以后 就是就是这个项目发完以后 我们有赚钱了 因为我们是收费的这个项目啊 就一个IFT 我们是可能收个50欧是吧 三四到50欧吧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从那边分成啊 对 大概就这样了吧 OK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欢迎大家是吧 踊跃这个 呃 对 参与 好 看上去好像大家也没什么问题 好嘞 呃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的 好好 好好 感谢感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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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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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共享一下 谢谢大家